那么我们这节课开始 先把上节课 我大概看一下你们下去之后的一个深度 大概完成了一个情况 因为我这个时间有限 没有继续往下做 我的意思 我先看一下你们完成深度 看看里头存在有没有一些问题 你直接考好了 然后我可能要把这个继续往下深化 达到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方案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考的过程中 我先接着把这个再往下深化 那么实际中上次说到这个 要做一个住宅 比如说要做的85个平方 或者110个平方 一般来说 有时候往往就说是这个面积 就是说严格 就是你可以上下有所浮动 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严格的 比如说你就要按这个85平方 你给我做 可能就在一个平方之内左右的这个浮动 那么我们就说是要采取的措施 就是不断的调整这个户型的这个小的这个数字 就是一个房间的可能面宽 可能压小个300 或者是近身压小多少 或者通过阳台的一些小的处理手法 不断的向就是朝这个目标点 这个精准的调整 那么我把这个上次这个课堂上的同学做的一个作业 就是说是打开先看看 看看互相参照学习一下 这三个文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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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做的还是比较到位 那么看一下三个作业我们都放到一张图上 比较方便已经 嗯,面积都是基本上是按那个要求做的 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方案的话整体这个布置应该是没没多大问题 那么就说是呃,因为上堂课我有些东西没有讲到 还没有讲到就说是一个可能就说是呃,这个拮据可能要布一下 拮据跟厨房间 房间的话布布布 就说是最好有时候也是要布一下布下有一个尺度 那么呃,一个是这个卫生间可能相对来说布置一下 那么他就表示你这个呃,一个深度或者是一个这个卫生间的一个尺度 呃,呃,作为一个给一个看图的人来说 呃,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呃,呃,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上堂课没有讲到的就是可能房间面积也要标示一下 用天正标示一下 呃,呃,别的应该还比较到位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房间比较呃,呃,这里头可能有一这张图可能稍微有点小问题 就是说是呃,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这块的这个凹口 就是说我有,有时候这个方案的话 这个主,主卧室,这个卫生间有可能就是按的 我就让它按的就行了 呃,为什么呢 就是说是呃,就是说你朝南这个这个面宽可能有点浪费 就是说我宁愿把这个面宽,这点面宽加起来 给这个卧室,我把其中一个卧室搬过来 搬到这一侧 因为现在这个卧室比较偏大 这个主卧室可能有四米四五 那么我匀出来个一米五 一米五 然后我再加上这个一米一的话,我也许可以让出来一个卧室出来 哎,就说是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有两间卧室朝南 就是把其中一个卧室可能要匀到这边来 呃,那么这块的话可能也是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我有可能有时候我可以就说是 比如说我把这个对正,我宁愿把这个,把这个房间压一点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个房间这块的上面的这个,上面这块的浸身完全够 那么我压一点,那么这块做个衣柜或者是我整体再把主卧的这个浸身再压一点 那么我就保证一个窄的这样一个面宽 就尽量我不想出现这个朝南的这样一个凹口 那么会节省一点就是说是整体的面宽这个这个情况 那么呃,这个就是一个几个小问题吧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 呃,那么下一张图就说是呃,就是他在处理的方法上 就是说是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朝南的这样的多出来一个卧室 那么呃,同时呢,呃,他做的比较好 就是说这个卫生间甚至也是明的是吧 但是呢,这里头就是说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是呃,也许你的近身 就是说我同样做面积的情况下 就是说是呃,你的近身可能会偏小了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呃,你看到这个整个卧室下来的话 他的静的这个近身只有两两米七了 那么我同样面积的情况下 我宁愿把这个面宽 就是我宁愿把这个 我宁愿就说是把这个面宽 变窄一点 那么近身我加大一点 也许这个空间会更好用一点 那么也可能就说是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说是那么卫生间不是不是这个明的 不是明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说是看怎么权衡 就是说是设计中就有时候没有绝对对错 就是看你更希望得到哪一部分 你更希望这个主卧用起来更舒服一点的 因为这个主卧整个这个就剩了两个过道 就是说你人到这个床的话 就可能就剩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么就说这块可能 那么这块当然是很舒服了 但是就说是感觉这个空间上是不是 反正有点有待斟酌吧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卧室也是这样一个 这个次卧也是这样 就是说是 做的就是说是面宽吃的很足 但是呢近身不足 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是 一个面宽大了的话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面宽大了的话 就说是你外向的面宽大 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拼 接着要拼楼的嘛 那你朝外的这个面宽大了 一个就说是你这个保温 就是节能方面 或者是保温隔热的作用 就是冬天你朝外的面太多了 会太冷 夏天又会太热 虽然你窗户那个可能比较开的比较明亮 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开窗的 比如说我只做两米四的这个开间 我同样也能开两米四的窗 如果你为了采光更舒服一点的话 所以说一定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面宽稍微窄一点 这样的话一个就是说体型上的话 也是比较利于节能或什么 也同样满足你开窗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客厅跟这块应该做的也比较难 南北通透也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里头可能就说是 也许可能像这个餐厅 我可以考虑 比如说这块做一个凹阳台什么的 这就是深化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可能是两种的一个另外一种厨房和这个餐厅的一个布置 那么可能这个厨房的这个可能这个标标示 可能画图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是还没有画完 那么就是可能像这个该开这个窗的开门的 那么整体这个整个布局应该还可以 整个布局还可以 那么这个方案 主要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是面宽放的太宽了 就整个所有的空间看来就是都是这个 一个是要么就是比较方正 要么就是一个 就是东西向很长 南北向近深很窄的这样一个空间 就是这上面可能就是有待推敲一下 你说的是哪一个 是这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有同学提问 就是说是呃就说是我切三刀切三刀之后 这个说是就是就是说三个三个近深吧 意思实际上是三个近深 他可能觉得这个呃中间这个近深不好用 中间这个近深不好用 那么我们上节课其实也也谈到 就是说是我们还是呃我举一个这个例子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他觉得中间这个不好用 所以说他把这个面宽拉的比较开 然后中间呢可能是做的时候就说是觉得既然中间不好用 这块不好用 那么我坐窄一点是吧 是这个目的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说是我们之前看的一个范例 是怎么解决掉这个问题的 可能大家都存在这个呃共同的这个疑问 嗯 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拿这个来看 实际上这个的话 我们也认为他就是说是三个晋升 那么可能我在这块画一刀 在这一块画一刀 那么就三个晋升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按标准轴线来画 那么他实际上这个的话 他实际上是把卫生间拉得比较长 那么他这个实际上把这块给吃掉了 那么这块可能比较浪费 浪费那么他一个处理手法就是说是衣帽间 那么有的时候是储藏间 我给主卧做衣帽间 就这个空间 那么他把这块给吃掉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这个厅 本身厅这个面宽就比较大 厅面宽比较大的话 那么相应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大晋升的空间 同时呢 这里头也暗含了一个过道 那么这块餐厅把它的一部分 这中间的这块也给分掉了 那实际上我们就说是实际上是有这三大块 这三大块需要把它消化掉 是吧 他因为是内部的空间比较暗 那么他就说是这块的这个空间 是通过卫生间和过道给他解决掉的 是使用掉的 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是分到这个客厅和餐厅 以及过道里去了 也用掉 那么实际上就是最难解决掉的就是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那你看到这块他实际上也是想办法 就是说是在 把这块作为一个衣帽间或者做一个储藏间 那么这块他也小小的吃掉一点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就是处理的一个手法 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功能上也算比较合理 就把它利用掉了 那么同时呢 作为一个 那么更多的时候 其实中间这一块啊 他主要还是担当了一个交通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你这个空间 卧室卫生间跟这块 你实际上都需要中间这一小段 对吧 这个交通空间 那么多余出来的 那我把它云到这个餐厅或者云到客厅 那么剩下的这块我可能就云到这个 卧室的这个作为储藏空间或衣柜空间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整个的空间就会说是房间的话 我就会比较狭长 近身比较深一点 23米是吧 那他这个是就说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我估计他是个三房的 就是他三房 就是每一个房间都是三房 也就是说他都占了 相当于我整个每一个单元都占了三个面宽 我们刚才那个是一个是两房的 一个是这个三房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只占了五个开间 也就是说我们比他少了一个开间 是这样的 暗的 对 他这个是暗的 他这个 对 对 他这里头为什么就是 他这里头就说是 我们刚才看这张图主要问题 就是说看一下中间的这个问题 他这块面宽 你觉得可能长的话 就是一个是他这块的 他用的这个 每一个开间的这个尺寸比较大 因为他听用了4米5 这一下就比你相当于多了900 是这样的情况 行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 凹阳台的话 凹阳台也是按一半面积算 凹阳台的 就是如果计算的话 面积也按一半的算 那么 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说是 两个卫生间都做齐了 那么就说是 那么就是一个这个这个卫生间 就这个卫生间需不需要做成这个 凸出来 那么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看是不是做成按的也行 那么如果要做成明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窗户开在这块 窗户开在这块 窗户开在这块可能比较好 那么就说我们把这个墙拉齐 墙拉齐 那么这块给他开个窗 那么再拼接的话 作为拼接单元的话 我们就这样拼 因为 拿内侧拼是吧 对对 那也可以 反正要么就是说是 对这样拼也可以 那么就是因为你把这块 就这块有一个这个凸出来的 那么这点面宽 如果说是你这边拼 如果要拼接的话 你要拼接的话 那么你可能是这样拼接 拼接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这点面宽 实际上是被浪费掉 就这块的空间是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块空间 就这块我甚至可以做一个书房 就是有限的用地面积的 那么就这一块可能就是被浪费掉了 那么如果 布品如果是边角套型的话 那么这块做一个卫生间也是可以考虑 反正就是有待斟酌吧 那么 别的基本上问题不是太大 那么这块可能做了一个这个 那个更衣更衣的这个也是还可以 功能上应该也还说得过去 对 对 这个空调低位跟这个都布出来 这个想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就是这块可能就属于上下叠加的那种 空调位 一上一下可能要悬着放在这块 就这块是吧 他这块就说是 实际上就说有些尺寸还是要再推敲一下 有一些就是你觉得这块是吧 这块实际上确实是被浪费掉了 确实是被浪费掉 所以说一个办法就说是 一个办法就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说是我有可能就说是会把它这个 可能就是把这个拉起 把这块拉起 就拉起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个卧室实际上是很比较大一点 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如果是多出来的面积的话 那我宁愿就说是 那实在不行 我近身朝里缩一点都有可能 多出来这个面积 如果面积超的话 那么这个窗我可能就 卫生间因为对窗户要求不是太高 除非就说是 这边是一个风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我可能就把窗开在这一侧了 就是窗有可能我就开在这个方向了 那么可能这个衣橱的话 我甚至就说是 衣橱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是这样调整一下 行 那基本上我看你们做的这个 就是课堂上几个同学做的这个作业 基本上还是深度上基本上都到位了 那么就说是 应该是有这个三道尺寸线 三道尺寸线就说是 因为你们做图的时候 可能就说是还是要比较 就是三面 可能每一面就是该有的都要把它标到 就说是 一个总尺寸一个柱网尺寸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门窗的尺寸 就是我看一下 对 这个同学的话就是基本上三道都标到了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说是你这个门窗尺寸的这个尺寸线 还是要从这个 还是要从柱网这块 要从柱网这块来标 对 就是你 就是还是要以柱网为准 那么一边 就是他真正就是说是我深化这个施工图的话 他有时候就是说从轴线朝这边偏多少米 是这样的一个三道尺寸线 总除了总的尺寸之外 每一道尺寸线可能它的基准 都是以这个柱网 或者你强的中线开始为基准 那么这样就比较清晰了 你说 你说标尺寸是吧 稍等 就有同学问就是说上次那个标尺寸是怎么标的 那么我用的是两应该是用点用的是两点标注 这个是两点标注 就他因为你有走线 他自动 就是我重新使用 就因为你这个是这块两点标注 那就是说以这点到这一点之间 凡是走线的 他自动给你划分出来 是这样的 那么你接着要细标的话 比如说要标门窗的话 那么就是尺寸边际底下的这个 尺寸边际下的这个增补尺寸 比如我在这个基础上 我这块如果有门有窗的话 或者这样一划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是总的尺寸的话 那么就是 我当然我可以把这个 走线延长指标 指标这一块跟 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尺寸 比如我把这个走线 当然了 他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一旦天正 天正画出来这个助网之后 我们看一下 那么天正 你一般画出来这个走线的话 比如说你一画出来这个 它自动 就是如果你用两点走标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两道尺寸线都出来了 就我点了一下这边 点一下这块 再点一下这块 它连这个走 就是走号也出来了 你看两点走标 我点一下 然后我选这边的这个点 然后我选底下这个点 那么这一下就出来了 就是你完全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因为你走线放在这块 这一下就直接就出来了 那么上次的话就说是 就有一个问题 就说是我没有讲到的 那么我以这张图为例吧 我以这张图为例 那么就说是你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把面积标示出来 就是缺 还缺哪些东西 那么我以这张图为例 那么 还是用 还是用 那么我们要把每个房间的一个使用面积标出来 那么 那么我用查询面积 然后把这个强一选 那么 它的这个 室内的这个 就是这个 它室内的可使用的面积 那么就是说我们统 一个是室内的一个 各个房间的这个 面积 我先把它都先标出来 因为我们这里头要做一个这个 实际上我们把房情一旦设计完之后 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要统计我这个房型的一个指标 那么房间名称 你可以就是说在这块可能比如说卧室 你改成卧室 那么 那么可能我们原来这个可以删掉 那么就是 一直是在用的这个查询面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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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厨房也一样 那么整个厅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是需要这个 先整体标一下 这个 这个 我 可以 可以 我 阳台的话 因为可能有些地方没有闭合 那么我们就是阳台的面积 是按这个楼板的这个楼板的底的 楼板底结构底的这个投影线来算 那么6.2个平方 就这块因为是没有闭合 这块应该是一个墙线 应该用墙来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先把这块先删掉 这块我们先删掉 然后形成一个闭合的 我们先把这块先删掉 好 那么最后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说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使用面积相加 就是套内的面积 套内总的这个房间的面积 那么就说是我们要有一个数值 那么就说是要有一个使用面积的一个表 就是我如果把这个分成这个 那么我们这块列一个表格 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说你图画完了 但是图画完了工作还没有完 工作还没有完 那么我们要给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指标是多少 那么我们列一个表格 就是一个表格那么应该有哪几项呢 首先就是说应该有一个使用面积 单层的这个 不是套内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公摊面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套内的话 我们实际上阳台面积是要单列的 那么 那么假设我们把这几个数字加起来 我们把这几个数字加起来 那么我刚才再把这个阳台再标一下 那么 那么这个阳台面积是五个平方 那么阳台面积是按这个二分之一 计入到这个 计入到这个 计入到整个的这个建筑 建筑面积里头的 那我现在我比如说我现在要列 我认为这个户型 我给这个户型另名为这个 A型 那么假设我另名为A型 那么就说是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对你下一步要制表的话 整个你要给别人说 我这里头有几种套型 套型的各自的一个指标是 是什么 那么比如说这个是A型 那么对面可能是个B型 那么我们就说是 我们比如说我把这个 几个指标 那么这样的话 一眼的话就能够知道你这个户型的这个指标是多少 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对于一个住宅户型来设计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 因为你画的图就是为了让人家一这个一清二楚 一眼就能够知道你的相关的一个指标是为了方便别人阅读 当然这个表格因为是我临时在这个绘制的可能上头 那么里头可能要不相应把我们的这些面积指标都填进去 那么我们看一下一些现成的 已经有的一些这个带户型面积指标的 看一下它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这些都缺失这些指标 我们看一下有指标的这个 那么这个这种应该属于寿楼书的那种那种形式的 说建筑面积有多少是几方几平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方案 那么它有的指标就说是 它首先它你一眼一看这个方形 它该有的首先就说是它是什么户型 那么它的套形是什么 是三房两厅 比如说我们做的是85个平方 两房两厅的 那么就两房两厅 那么套内面积 套内面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面积箱之和 房间内部的使用面积的之和 那么公摊的话 公摊它就是这个核心筒的这个面积的二分之一 因为它应该是一个对称户型 那么它D杠一的户型 那么是这个 整个这个核心筒的这个面积之和 那么得房率的话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套内面积 除上这个这个建筑面积的比值 就这块有一个得房率 那单元总建筑面积呢 就是整个这个建筑的这个外轮廓 外轮廓当然这个阳台是一半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统计一下我们自身的这个方案的这几个的指标 那么首先我们套内面积之和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我来加一下 面积计算 那么我们总的这个使用面积是67.98 那么套内面积是67.98 那么我把阳台面积还没有算到里头 你让它面积我单列的 那么我公摊的面积 公摊的是总的这个核心筒的这个面积 核心筒的话 我按中线 按墙中线 那么我们得出它的这个面积 一人一半 按比例 对对面积的比例 就是你房型大 那么你就占的比例大 那么它应该是 总的应该是13 13个平方 接近13个平方 那么我们先简化的这个 因为更细的计算 还有一个据说是这个 真正的售楼的时候的一个计算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 户型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计算 真正售楼的时候 它有一个这个 有个房地产这个计算 这个指标统计的这种 具体的一个条文 那么真正就是是销售的时候 实际上是房地产公司 根据那个来进行一个 数字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换算 那么 这块应该 因为是一种框代表 那么建筑面积 就是所有的织合了 那么建筑面积就是所有的 这个整个这个面积之合 那么 感谢观看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我们经常会运用到 就是说是我们要查询整个这个建筑 整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整个单元的一个总的建筑面积 那么我们这时候经常就说是 会用一个毗烂线 毗烂线或者我简化的一种做法是这样 我先把这个考出来 就我要把阳台用一半 因为我们做方案设计的时候 也需要知道我整个这个房间 我大概有多少面积 就整个个楼有多少面积 然后我通过这个面积 我计算我整个小区 比如说我整个小区要有很多这个楼 我在规划的时候 就这一个小区 所以我里头可能摆了很多栋这个楼 很多栋这个楼 那么我首先有时候往往是我还要计算这个总量 计算总量 那么我就需要知道一个单 单层的一个面积 单层的面积再乘上一个 它的层数再乘一个动数 就是我这个这个的总量 而且我们每一个单元的这个总量 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指标 那么我们这时候可能经常就是一个皮烂线 一个皮烂线就整个绕它走一圈 今天这个鼠标为什么不太好用 那么整个一个皮烂线 但是碰到这个阳台的时候 碰到阳台的时候 我们是取它的一半 就皮烂线我 我只画一半 这样对我统计起来比较方便 因为阳台只算一半面积 所以我皮烂线画一半 然后我把整个这个这样绕一圈 那么就得出我总的这个建制面积 那么对于这个方案的话 我可能相对来说 用一个简略的一个方法 那么就说是我可能用一个BO的命令 它搜这个边界线 那么我可能直接搜它的边界线出来 它搜得出来吗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边界线 那么直接可能 我只需要把这个编辑一下就行了 可能会省一点事情 好 那么整个看到这个蓝色夹点的 这整个就是应该是我的整个的一个外轮廓 那么这块应该还有一个阳台 那么这些可能都需要编辑 那么整个就说意思 就是说是按整个走一圈这个皮烂线 那么最后就夺出来我们总共的这个单层的这个建筑面积 应该是两百来方 那么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表格 这块应该是个 那也就是说是不错 Bud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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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X